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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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Wayman 今次帶大家來到大埔阿華 我們要夜行 在星空之下 夜行動物都走出來參加了配對舞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聽聽黑光蟬 響亮的紅叫聲 它為派對拉開了序幕 它是屬於無尾的兩者類動物 它頭部兩側可以分泌毒液的體線 它盤據水渠口 當然是吸引漂亮的善茜公主 在蛙聲沸騰之下 怎可能只有呱呱的叫聲 在沉寂的夜空 不要小看這些像粒豆那麼小的瘋性蜘蛛 它能夠寄出像立體的蜘蛛網 這個瘋寡婦交配之後 就會把紅蜥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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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吾聲吾聲 嚇人一驚啊 這些是什麼來的 哦 原來是八松山蠍子 它身上含有特殊化學物質的透明物 它吸收了紫外線之後 就釋放出藍綠的螢光 那些說 醉營影雪 是形容當時 在黑夜發奮讀書的小火子 不知道 螢火蟲的光量 夠不夠讀書呢 原來呢 在幼蟲大概有2.5長 那麼長 它就長著著一些綠光的 而成蟲呢 就會閃動一些的黃光 和橙光 在這個大波咬呢 總共有7種的螢火蟲 全光總共有16種啊 這些閃光 它的目的 一就是為了交配 尋找相同品種的對象 它相同品種就發出不同的顏色 確保不會交配錯誤啊 而閃光除了可以交配之外 亦都可以有捕熊聖啊 同時也都是作為戒備防禦 被捕食的時候 就發出了沮喪的閃光啊 去戒備同類有敵人入侵啊 善於藝術的 又怎麽只是人類啊 還有那些走動的樹枝呢 什麼啊 樹枝都會走 那些竹節蟲啊 他善於扮那個樹枝的形態 或者樹葉 這樣就容易逃過天敵啦 他們經歷了4至6次的脫皮之後呢 才成為成蟲啊 成長期大概需要3個月啦 夜幕之下動物的舞會 是否很有趣呢 夜行觀賞動物呢 除了電筒 頭燈 紅色的閃燈 還有呢 紫外線光燈之外呢 最緊要就是有半同行 當然參加夜間導賞團 是最理想不過的啦 我是維文 不知道李美歡這條片呢 我們下次再見啦 記得subscribe 支持我啊 拜拜